复兴生生系列细雪本草 是由农本荒全力支持 证管之宝 有一个证管之宝的教授 这些西牛角 我知道是很稀有很稀有的 现在根本是禁用的 其实它有什么药用价值呢 历史上西角是很常用的 很好的中药 药幸福第一个就讲了西角 西角解护心热 治疗高烧不退用西角 除了它有药用之外 其实它在工艺方面 都是可以雕刻做一些 很漂亮的工艺品 譬如这两个西牛角杯 就是李伯伯捐给我们学校的 过去西角杯谁来用 过去是皇帝 用它来干什么呢 来咽毒 因为西角它的药性是很咸的 如果那个酒是热性的 喝这个用西角杯来饮酒 可以用它来咽毒 现在存世的西角 不但说像这样的西角不多了 我们这个是与护鼠没收的 然后我们把它充公 放在这里来展示 西牛角 无论是工艺品也好 或者是药用 我们都用着的 那为什么现在是不合法呢 历史上是 这个医生在临床的实践当中 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 但是现在呢 这个物种已经濒临灭绝呢 我们就一定不可以用了 但是我们为什么 要把它放在博物馆呢 就是在这里 要告诉世人 警示世人 达到一个教育的作用 还有法律上 很多样东西 其实它都是因应 那个时代的变迁 当时社会的需求 而有所改变 是的 我们应该与事俱钦 那